直上直下 绝对直上直下 天呐 我不摄像了 我认真真地爬上去 你俩上 不需要举上去吧 上吧 走 我可以去哪 待会儿就要圆楼饭 你可以在这等我们 旁边可以拉一下 老师你一会儿还是双手 别看脚下 就找你感觉 往上迈 看脚下 一半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爬比较好 这猴子一下子爬上来 你爬到边踩多的地方 小心这个 这里有点 会卡到人 没事 我们在河河上呆走 这种练走 这种地图 是防撞呢 还是可以躲避呢 都有 这不怕磕 你实际 你不是拍了他一个大屁股吗 没有 这 我们出这点 它很修 哇 是从这爬上来的 哇 直上直下 这是一个山崖 上面 然后 这是我们 里面这个 直上直下的 走 上 继续上 这比刚才那块儿 容易一点 哇 教会啊 哇 又是一段这样的陡坡 猴子扭着自己的大白屁股 哈哈哈 别停 看 现行识人 轮到我了 走这 真的是还继续往上 就是用同样一种节奏 不要改变你的节奏 手 脚 好 配合 再上 再上 站在那个 站在那合适的位置上 然后你把它关了 我现在还开着呢 不用拍了 你这样开着呢是吧 嗯 太阳都出来了 让地儿让地儿 你要的感觉 太阳路针之前 下不去 那现在踩到 到点点 快 快 车已经越来越少了 太阳了 太阳了 这是那个 军山这么高 走啊 登顶了 到了仙桃峰 刚才本来在想 江群亭那块的风景 已经足够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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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峡谷了 现在发现 这个仙桃峰这块 是可以看到 另一侧哦 这里就是另一侧 这里就是石文谦 石小文同学 咱们当时在五家临池 那个火山公园的时候 看着这个 就像肠子一样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不是 这应该是海底的生物 海绵什么东西 不要吧 就是这不是火山的 但是这应该就是 海底下的那个海绵 明白吗 花石 对 天桃峰 哇哦 这好恐怖 就这就这 再来 这就是那个 桃花谷的那个 停车场 现在我们在这 能看见 停车场里还有多少车 我们原本想 从那直上直下的 山路 用最小的路径 走鬼电筹 下山 结果 大家玩嗨了 在山顶 临时决定 走大环线 可能还要需要 一两个小时 才能下山 当然我们的目标 是一定要敢在这个 天黑之前 能够下山 然后 路上 遇到了这里 看得清吗 珍珠铺 真的有水 而且是从天而降 哎 我现在都有 又被很多的水 泼在了脸上 哎呀小文 你别闹 真的是 恍如仙境啊 哎呀太有意思了 水都 水雾砸在我的脸上 先别说话 让我拍一会儿 好 每次都是这种感觉 突然间 被眼前的美景 把一切的疲劳 然后钱都冲散了 很少吃了 镜头都湿了 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 坐在这洗洗今晚 就省那个房车上的水了 你要小心啊 一手接点水 哈哈 哈哈 这怎么下去啊 哈哈 小心啊小心 哼得很滑哦 我想知道上面是什么 掉这个点 不用拿污人机 这样看 污人机被雨水给打掉了 对 看高高的岩壁 经过了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的堆积 听得到吗 应该我认为是第一年吧 在那个岩缝 岩缝当中 还在往下滴水 在这里 我现在脸上就有水了 就我这个那个岩缝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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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死我 走了 看看这个石头 走开路开路 来来来 走吧 回头 这叫石岭洞天 都是这么过去的 咱们能访回来 干嘛 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半 快点 就一分半了 你来看一下 要有什么东西呢 对 这个大江没有那夜景模式 要够不说它在里边可以自己灯光 好好拍 好可惜哦 好恐怖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神秘的路线 行了行了行了 刚才的途中又回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犹豫到第二 是走这条路还是走这条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这是我们主要上山路 也就是薄木峰和什么叫做 虹云柴 OK我们后来选择从这边去到了桃花 桃什么 仙桃 仙桃峰 就是要入去了仙桃峰 然后我们从这条路去下山 那我们在这条路去下山的话 我们就走了大广线 好